正当香港防疫失败 成为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 甚至在科学界都成为教科书的失败例子的典型 在英国方面最近传出一个消息 就是说最新的数字显示 感染COVID的致死比率已经降到比流感 死亡的比率更加低 换句话说 在英国现在正式COVID已经流感化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垂直的Y軸是IFR 意思是每当一个人感染了病毒之后 死亡的比率有多少 一般流感的IFR是0.04 每10万人感染了流感的话 就有40人死亡 图表里面有一条蓝色的虚线 那条蓝色的虚线就是流感的死亡的比率 红色线就是COVID的死亡比率 由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死亡率很高 比流感要高得多 差不多20多倍以上 接着就有些上落 到了疫苗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 那个Curve就写了Vaccination of the Vulnerable Group 就是英国他们开始帮一些高危一族 就是年纪大 有长期病患打疫苗的时候 死亡的比率就一直下降 接着它又上升了一点 之后英国的病人就开始打加强剂了 第三剂死亡的比率又再降低 到Omicron出现的病毒本身就比较温和一些 IFR死亡的比率又更加降低 到红线和蓝色虚线就有一个交叉点 红线去到一个点比蓝色虚线 即是说流感的死亡比率就更加低 换句话说 在英国现在这一刻 一个人如果感染流感的话 他死亡的机会就比起感染COVID 说是COVID流感化 可能不是一个最准确的Terms 可能有些人就会误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所谓流感化 是相对英国的环境而言的 很明显就是说在香港这种同一种病毒 是完全没有流感化 所以并不是病毒本身 减弱到一个地步就完全流感化 主要就是在英国有很多很多的人 已经天然感染过有一定的免疫能力 再加上就有很多人打了针 打了加强剂 尤其是高危一族的打针的情况 要比香港理想得很多很多 因为多人打了针 再加上很多人感染过有保护 再加上Omicron就稍微变得比较温和 这三样因素加在一起就有一个效果 变成在英国现在这一刻 COVID的伤害性的死亡比率就比流感更加低 在香港的院舍那些人因为没有打针 Omicron在这些人身上的伤害 你就可以看得出Omicron本身 并没有减弱到一个地步 不打针都可以 现在大家可以再看看这幅图 这幅图的线其实跟之前那幅图的线是一样的 感染COVID的死亡比率 大家见不见到上高有一条红线 那条红线就是说如果没有疫苗 或者那些人又没有天然感染 就是香港爆发之前那种情况 就是很少人感染过COVID 最高危的那些老人家感染COVID 就是死亡率很高 那个组统打针非常之不足够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个死亡比率的IFR就是这个图顶上面那条红线 就是说那个死亡比率就是可以是世界最高 但是这样是不是代表在英国疫情 就已经是成为过去式可以恢复了正常 情况真的没那么简单 这个流感季 就是所有因为流感COVID 或者肺炎 这些呼加系统疾病死亡的人数 比一般普通的流感季 就要多50% 原因就是Omicron这种病毒 因为它的高度传染性 它感染的人就比起可能Delta 或者之前那些健康病毒 人数要多很多很多 人数一多的话 因为即使你现在的IFR 那个感染之后 死亡比率不是很高 但不是零的嘛 如果人数够多的话 始终死亡的人数都会是多的 事实上英国最近都见到 确诊的数字和因为COVID入院的数字 都是有少少上升的趋势 当然入院的人里面 因为COVID太多了 很多人入院就不是因为COVID 是因为别的东西 这个当然有很多原因 当然第一就是说 英国很早前已经放松了社交的限制 戴口罩的限制 第二打了疫苗的人的免疫力 抵挡了Omicron感染的能力 慢慢会随着时间过去越来越少 同一时间 现在在英国流行的 也是Omicron的BA2变种 这一种就要比Omicron的之前 最原早的BA1传染力 再更加高30% 所以它虽然用了一个共存的政策 但它不是就这样什么都不做 它都会盯着看看 病毒有没有新的变种出现 新的变种可以传染力更加高 甚至可以引起病更加严重 也有机会 这件事我估计应该全世界 都会继续一路做下去 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会有新的得人害的变种出来 还有它们都已经看得很紧 究竟会不会入院的数字 越来越高 因为如果入院的数字越来越高 代表可能需要大规模再打加强劑 最后也想说一句 其实香港给全世界的一个教训 如果有些地区打疫苗的情况 尤其是高危机打疫苗的情况 不理想的话 再加上如果在过去那两年 用一些公共措施 将疫情控制得不错的地方 在Omicron出现 就有一个相当大的危机 因为Omicron那种传染力增加了之后 公共卫生措施 即是那些隔离 那些口罩的效果 全部都打了折扣 那如果同一时间 高危一族打针不理想 或者疫苗的效果慢慢 效果已经消退的话 结果可能会是灾难性 这些地方一定要尽快 帮高危族群 老人家或者有些长期病患的人 打齐最有效的疫苗 才可以挽救这个局面 好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拜拜 by bwd6